疾管署公布了新增兩例的 喉豆本土確診 而目前個案都在隔離治療 還匡列了七位的高風險接觸者 目前為止 全臺的喉豆確診個案 已經累積有二十三例 疾管署指出兩起病例 都是北部的本國籍男性 年齡是二十多歲和五十多歲 發病日是三月二十二號 以及二十五號 因為是陸續有出現到發燒 淋巴結腫 還有水泡等症狀 經醫師評估之後採檢通報 分別在三月二十八號 還有四月一號確診